我 呛呛三原形啊文道 吴主东这个咱们还在一起 什么话 这个做一期四一期 对对对对 哎 鉴于这个公安局已经开始抓人了 所以我不能散布 说这个11月21号就是什么末日 这要抓人吗 12月 不是啊 你有12月12月21号吗 就是因为有人在某些地方的街上 就可以散发传单 你就属于扰乱 就蛊惑人心 扰乱社会社会秩序 就是什么末日教育要来了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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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啊 所以 很多传教 我想后来想起来 我小时候在台湾街头啊 一天到晚就在街上看到 有些人举了个牌子 末日到了 你们还不悔改 举牌的是基督教 就是讲上帝末日审判 之类的 对对 你说这就跟那个冯小刚那个电影1942里边张汉宇演的一个神父 是吧 那河南闹饥荒都饿死人了吗 当时确实农村里有这个神父煮这个杠子是吧 说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造这个灾难了 咱们是因为不省猪 咱们是因为不省猪 这是 但是这个12月21号 你说这个中国人呢 真是虚头霸脑 就是已经很多人跟我问我 我觉得这还真是个事吗 说那天你怎么过呀 那你跟谁过呀 有人要搞party 有人要选择 就是说 而且在今天我在手机上都已经开始纷纷收到 就是转发给20个人 就是可以测试你跟你不同朋友的关系 就是假如是世界末日最后一分钟 你会对我说哪三个字 温道你会对我说哪三个字 不要爆粗口 三个字好好走 那我肯定说我爱你 对不对 而且你可以看看几个照片 这成了个末日文化 成都某公司已经现在放末日假了 说完就要抓吧 对没有这人公司公司经过慎重考虑 老板承担损失 对对 20号21号两天假 然后放假期间希望大家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做好防火防盗 第二呢 手机完全可以选择关机 保证无人打扰 第三建议大家利用最后的时间 多陪陪最亲的人 希望大家过一个 祝大家过一个有意义的末日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有调查 世界各国呀 谁真的相信这一天是世界末日 你知道相信率最高的竟然是中国 在中国有20%的人调查相信 这个调查怎么来的呢 对你怎么能相信这个调查呢 对啊 你相信吗 我不太相信 但是这个调查呀 是因为不相信中国有一种文化 中国老话讲了 宁可信其有啊 不可信其无 中国人对这个信仰 你发现没有 是最不认真的 他这种不认真 他还有一种个人保全的意思 就像我也是 那天咱们讲这个少年派 对吧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信三个宗教 对不对 我觉得那天是有个人还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在有些宗教的教义里 你如果信了你不真心信的那个神 你根本就是有罪的 对对要受惩罚的 但是你看我就是到哪都拜 逢妙必拜 我的哲学啊 真的是中国人的哲学 就是礼敬诸神 到哪你甭管什么神 甭管什么神 你至少给人家搞好关系嘛 不是有些庸俗的人 有些庸俗的人 他是为了得利益 我还真不是 我也不求他给我什么 我是诚心诚意的觉得 既然这里有一方土地 就是做人以和为贵 没错 没错 为什么有人信他 我就拜一拜嘛 许第三有个小说叫玉冠 是写他妈妈的 他就是写一个中国农村的妇女 他在教堂里边吃教堂饭 就是一份工作 要去宣传教义 可他的包里边永远放着一斤 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 那个夏子清说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的 表现了中国人的对宗教的一种态度 混缘一气嘛 我们一讲都是佛道士 混缘一气 中国现在是这样 中国是不相信官方公布的数据什么 不相信专家 不相信名人 但是很愿意相信 人家散布的各种 其实很不可 对 表面上很不可信的谣言 什么世界末日啊 盐能够防辐射啊 这些大堆 这中国特爱心 一批年轻人在天表深心找工作 互相就一起这个话题 他们说 要是真有那么回事 或者就算去掉一半人三分之一人 要是我去掉了 我也不用求职了 要是去掉的是别人 我的求职机会大增了 你看 居然还很开心的聊这个话 但是我跟你讲 人家澳洲总理吉拉德 最近发表录制了一段讲话 这是唯一一个国家元首 这个 关于末日问题表态 而且是肯定的态度 你可以看一段 你可以看一段 谢谢您的朋友 or from the total triumph of K-pop If you know one thing about me It is this I will always fight for you To the very end And at least this means I won't have to do Q&A again Good luck to you all I will always figh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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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just say I will just say 假如只有这两个选择 假如只有这两个选择的话 你这个问到 我觉得人心可能真是偏小 绝对 我跟你说 你这个问到了一个 我从童年开始就恐惧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没有那么怕死了 就现在怕病痛 但是小孩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怕死怕的不要命 这个词怎么叫怕死怕的 就是因为这怕死怕的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记得我就坐在厕所里 想起一想起这个害怕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说 如果我明天死了 你们还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对 我都没了 跟我没关系 见不到了 对我我没了 你们还照样 梁文道主持了 这个非常不能接受啊 你知道吗 你们还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个不能接受 所以最好是21号 当然了 所以最最 大家一起走的时候 你觉得有伴儿 所以有勇气 所以我最近有一次机会 做医院嘛 我观察了一个老人 他其实就是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很家人都知道 医生什么都知道 然后我有机会跟他相处 这个同事相处 十几二十个小时 我突然才发现 人在这个时候啊 是英雄 就是你明知道 你的一切 过几天 或者过一个月 就没了 嗯 就没了 可是你还相信你在世界上 遵守着这几十年的所有这些规矩 所有这些道德 所有这些次序 比方说你的孩子 媳妇 太太 要付的债 税 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就像你刚才讲的 那是一个小孩的心理 也是一个成年人的心理 也是一个老年人的心理 过两天 你就没了 nothing nothing 你什么都没了 可是今天 你还在想着遵守 所以人到这样 他不搞恐怖分子 他不乱来 他不自杀 不就是英雄吗 这不就是英雄吗 我觉得人到这么一个境界 作为一个人性 人被这个社会塑造成这样的一个 这是动物做不到的 这是人性很光辉的一个 我在那里就看着他 我说 人这不就 你说还有比这更伟大 这就很伟大的事情 但是你把这样的人当英雄 我听着也很恐慌 如果那意思 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那他们临死前要干什么 不会不会 大多数人都做得到 都做得到 但这是可贵的东西 可贵可贵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死也得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会冤酒金黄 年份冤江 五井共酒 文道 你说的这个其实是个 是种独我论的想法 就一个人的死 就好像是彻底的世界的毁灭 对你来说世界就没了 但当然你也可以说 每一个人的死 其实都是一个世界的消失 因为每一个人的死 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的局部 或者是自成的一个世界 对的确一个人死就是一个世界的消失 对 但是问题是你一个世界的消失 不等于其他世界的消失 而人之所以是人 常常是因为我们觉得人会做出些超出 他自己的东西 个人的东西 对 那那个东西其实是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现在讲环境问题啊 我们常常有个口号 有个讲法说 我们今天不再这么下去 我们下一代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想说 我们干嘛关心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我认识吗 我好 我儿子 我女儿 我很疼他 好吧 我就替他着想 我孙子呢 我真孙呢 我想那么多干嘛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想同时间的 这是跨时间的 同时间的 你想别的国家的 别的省的 别的城市的 一些人 比如说他们发生灾难 我们去帮他 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很伤心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人多多少少会有这种跨越出自己 空间上跨 时间上跨 然后你就知道外面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稳定 你会有种感觉 你之所以会觉得我要为后代做点什么 为我不认识的遥远一方面做点什么 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存在的稳定 有种信任 直到12月21号 对 如果真有12月21号 当然真有了 就是如果真有末日的话 那这些就崩溃了 因为就全没了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啊 因为这个 这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从你个人心理上得到了巨大的安慰 就像你说的 什么都没了 那就不是你个人的悲剧 你没有那么痛苦 但另外一方面 从他这个讲 从这个超我的角度来讲 那是更大的悲剧 那就我们不讲世界末日 比方说是一定的范围内的一个共同灾难 对不对 比方战争 比方一个省 比方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共同 就是没办法拦绝才是一个这种情况 那人是释然一点的 还是说更加痛苦呢 就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对 一般人都会说 选择比如说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 你如果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 或者说你要对你对不起人 你要最后跟他要道歉 把账算清楚 或者有些事 你希望把它了结掉 那是为什么 假如你都要死了 世界都要末日了 这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样 你自己好过一点 但同时它也包括一方面 你的好过是建立在跟他人的关系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与他人共享的这个世界 哪怕到了世界末日 将要来里面一刹那 所以心里面还都有 所以这个人呢 就像一个主持人一样 他是有结尾感的 他是有一个 如果他预知实质 如果知道那一天到来 你看他会像我们节目一样 他要做个收尾的 想想还欠谁的钱 咱就一般而论 个别人是 钱就不还了 还要谢谢什么人 谢谢什么人 或者向什么人道歉 把遗嘱写好 你看他方方面面的 遗嘱在这个过程当中 扮演了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遗嘱 对不对 那这个遗嘱也没人看了 假如是世界末日 你比如我那天 我就那天想起 我就觉得啊 咱咱咱能不能就说 你像金正日 金正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 你想 我就想 他为了这个政权的这个传递 为了自己的儿子 你想他 他一方面又知道自己是走向完结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像你说的一样 他恐怕比任何时候都忙 想的都更多 他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 安排好 你想想 不过说真的 这种想世界末日 我觉得 我们是想太多了 我不是说世界不会末日 我们当然会有末日 末日的意思 就比如说地球的 失去了承载 我们现在所知生命的功能 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嘛 太阳要冷却 不晓得多少亿年后 人类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一定会来的 地球末日至少 对啊 然后人类 也多多半半会灭绝吧 我估计地球末日的时候 人早没了 早就没了 那不定是第几个 第几个物种了 对人的灭绝 你觉得人活得没地球 地球至少还五十亿年呢 五十亿年 我还盼望着地球末日的时候 人到别的星球上去呢 别做梦了 人类还能生 还能存在五十亿年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恐龙在地球上生存的年代 都比人类要长太多 也就几亿吧 我觉得可能最多 对啊 人类才多多短 而且这次举面王 现在很明显就看出来了 征兆都看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迟早要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害怕 二十一号或者讲太多 其实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什么 我最近才写一个东西 就讲这个末日 我们电影里面 电视里面 现在包括平常我们这么街巷尾谈 我们都喜欢讲到世界末日来了 怎么办 我想起那个斯洛文尼亚 那个哲学家 齐泽克 他讲话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要想象资本主义的灭亡 都比想象世界的末日来的困难 你想想看 你很难想象 有一天我们没有公司这个东西了 对 没有市场了 没有银行了 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一想世界末日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来了 这句话呢 延伸出去讲啊 就是我们对人自己创造的 支撑我们生活的各种习惯 信念制度 是这么的依赖 这么的习惯 乃至于觉得这些东西 都应该长久存在 但世界里专面 往一个什么小星星撞过来 这种外力引起的忽然的变化 我们觉得我们很能够丰富的想象 这说的好 这说的好 就像我们想象 有一天电视不放广告 比想象世界末日很难 那当然 对 想象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湘 喜酒 叫藏 1988 其实意思就是因为权力 因为习惯 因为意识形态 使得我们对我们很多深信不疑的 日常的接触的东西都觉得他们好永久好固定 就从佛教角度来说人造的东西 对 人造出来的东西那个执着特别强 就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不见 不能没有 不能丢 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没有钱 有一天世界没有钱了 没有党了 但你能够想象没有世界 对 至少对每个人的生命来说 你都很容易想到你的世界没 对不对 就是就当你得了一个我们都周围都有认识 的人都这个完全生命都看得见有具体的医生在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多少 但是你的小孩的困惑是永远存在当你没了周围的人三人行还在 对吧只是换一个嘉宾这个受不了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啊所有所以我觉得人能够理智的承受这一切 而且自己明明走向自己的末路 还为这个世界创造东西 还是挺了不起的人性啊 还是挺了不起的人性 你看你们这个作家很多人就是预知实质知道自己不行了他一定要写完了你看那个福科是吧知道自己要死了 我在最大的愿望是完成我的这个论著 朱光前到晚年就翻译科罗奇对那是很偏的一些维科他翻一些书那你你想他就是很简单的信念他就中国没人能翻我一定得翻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能做而这个事情只有我来做 对写作是一种超越的方式因为对写作的人他清晰的感到当你读一本书的时候这个作者生存或者死亡没有什么区别 你不会因为沈从文去世了会妨碍你看沈从文的书 所以你就像那个莫言在那领奖我觉得他就歧视我们说嘴说出来的话随风而散笔写下来的话永不磨灭 你看他也追求用笔写下来的话永不磨灭 可是这个真是人的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就是生年不满百啊 长怀千岁忧 坦率的说我没有我一点都不能理解就说我死了我还要留名轻屎别扯淡了就跟不可能这我要那干嘛就无所谓 我知道你不要那干嘛了但是历史上有些人真的是啊生年我虽然活不到一百岁但是我在想我的画我的文字能不能有一千年 这是他追求长生不老吗的一种方式吗 不许吗 立功立言立德 可你不知道了呀 对啊 对 这都是一些把自己 我刚才已经讲过最前提是你意思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你还遵守人类的很多规则啊 你还惦记着这个医院的账单怎么付你所以说注意大家怎么看你是到死了你都要较劲的对是吗 对但是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对人造的东西放不下嘛 所以我们常常讲去除我值最难的就去除这一点 就是你怎么样专注的好好看着死亡这一刻的来临等候这一刻 那但是问题是我们大部分想太多这些事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样我这书怎么办 我老婆孩子怎么办啊 我银行还有笔钱谁能去取 是因为真到那时候啊 你不干这些东西你也没事干 你干什么呢 那这就太习惯了 末日就在眼前 要有杂念要有事干嘛 对 你总得干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中文明启示录 如果您有节目的